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雷山 今天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除了大甲市區之外 附近還有一些中邊的 可以去旅遊的地方 觀光可能像清水啊 厚理公園等等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呢 沒有帶大家出去玩玩囉 因為我們小時候出船都是五八兩 我們出去了所以他就跟我講說 這裡有一個很好拍照的地方 就是靠近我 這個地方提防是看得到對面的火焰層 大家就是從這個提防走上去 你看得上來超漂亮的 看一下讓大家看一下 哇 太漂亮了 哇 這個對面 這邊呢 就是火焰山 它距離大甲市區 其實開車的大概是 15分鐘左右 然後它是靠近 這個提防是土層提防 你們只要就是 在Google上面打 土層提防 然後火焰山觀景點 就會看到對面的火焰山 然後可以在這裡拍照 我們等一下呢 就在這裡拍一下照吧 走 走 可是我其實對這裡很熟悉 因為 因為 大甲很多靠海的這種提防 只是剛好旁邊這邊是 大安溪 這一條溪是大安溪 只是現在有點乾枯 我想要下去那個地方拍照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 我覺得蠻好的 是因為其實 大甲 就是邊邊吧 就是一些比較少人回去的地方 我今天呢 帶大家來 就是要帶大家去一些 秘密景點拍照 那我們現在就下去吧 我今天天氣超好耶 好大家現在呢 其實已經接近 正中午的時間 我現在超熱 我自己 也是算第一次來這裡 爸爸 讚 爸爸推薦的讚 然後 我們現在呢 就是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後面野火焰山 好 現在呢 我們準備呢 去下一站囉 剛剛呢 因為 就是 今天的行程 本來 下一站要去高美食地 然後 現在其實快中午的時間 我們等一下會在清水吃飯 突然想到 我有一個國中同學 他家是開麵店的 然後我等一下帶他去吃 我記得 國中的時候 我去吃過一次 是超好吃 所以想說 那我等一下去給他驚喜 看看他在不在店裡面 五、六年沒有見到這個人 所以我們等一下去 就可以知道他的反應 幫我記錄一下他的反應 你們小時候也會知道 棒棒糖跟黑色味妹妹嗎 我現在在停一八三票 你看 我們流血一樣吧 好紫片 請問大家有看吧 我們現在 我們流血都是一樣的吧 來 請問一下 旁邊這一位小姐 妳剛剛問了我什麼問題 我以為 他們比較鄉下的人 會比較喜歡一些 長輩推薦的藝人 所以我以為 他不知道 黑色味妹妹那些的 真的 你們這個北部人啊 你們在歧視鄉下的人 是不是啊 那個觀眾們看一下 平平裡那個 北部人 天文人在欺負那個 鄉下的小孩 請到了我朋友他家開的店 他叫 霧江浴面館 在那裡 看一下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準備過去 不知道他現在還在不在電影 他剛剛是跟我說在在電影啦 所以我們先去看看 走吧 好緊張喔 你有沒有看到他了 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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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好爽 要不要 等一下走路 我真的要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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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要走路 我覺得要走路 有幾位 有可以嗎 很久沒有來的 我們要好丟臉 他有開Youtube了 我們大家把他Youtube頻道放上去 不講這樣喔 好 我們接一個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家的牛肉麵很好吃 然後捲筆也好吃 來來 介紹介紹一下 來來 介紹一下 欸 可是這沒有蜘蛛耶 媽媽吃到好快 快選肉方麵素 好 就是 來 坐一下 坐一下 好多點啊 捲餅 餡餅 蔥油餅 然後牛肉麵 睡覺 這個很好吃 我國生有來吃過一次 這個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昆史的話 我們推薦人來清水可以來這間吃 那我們現在你們來點菜 好 好久沒有吃喔 好懷念喔 他給我一些我可以吃的小菜 你看有一個我小時候超愛吃的是牛肉捲餅跟豬肉捲餅 不過有婚姓者來這裡真的超推薦大家 然後平日來可能會人就像一樣很滿 假日基本上會人爆多所以大家一定要來這間吃 我吃完就是蔥油餅 超脆超好吃 大家一定要來喔 等一下要記得吃下一個行程 YA 大家好大家呢 我現在吃完飯我們就來到了高美濕地 這個高美濕地其實算是我們小時候偶爾會來的地方 然後它也是在就是大甲的邊邊 它就是在清水的地方 所以其實來這邊也滿近 如果你們想來看夕陽的話可以來這裡 然後上面有寫 我小時候也很常去這個 港區藝術中心 這邊呢也是一個文化中心 然後那也滿多地方可以去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就來逛一下我們的 逛美濕地 走吧 YA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來到海邊就覺得特別開心 因為大甲就是靠海 我就是海鮮的鄉下才子 所以呢 我們現在來到海邊呢 就是覺得非常的棒 就是看到這個景色就覺得很放鬆 因為我小時候也很常去那個 大安海鮮浴場那裡 沒有看到風力發電啊 沒有看到風力發電啊 非常代表高北濕地很明顯的地方 YA 嗨大家 我現在呢 現在是下午吃飽飯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個地方 它叫做 清水漸出文化園區 清水漸出文化園區 哈哈哈哈 重點一次又有講三次錯的 他叫做 清水眷村文化園區 清水眷村文化園區 YA 講得對了 那裡面呢 有一些 一些那種小眷村的房子啊 你可以在這邊走走啊 逛逛然後拍拍照 也是一個可以午後跟大家一起走走的地方 然後等一下帶大家進去吧 好 大家 我剛剛跟大家說 其實我平常出門的時候 我通常會帶個兩到三套的衣服 然後為什麼呢 因為就可以一天去可能不同的景 我就不用都穿同一套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好像覺得我的照片 好像每天都出去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有可能是同一天拍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難得回大甲了 或是在這附近 就應該要多拍一點照 然後累積不同的穿扎 這是我的小法寶啦 YO 我現在呢來玩一個小時候都會玩的東西 去幹嘛 好 現在呢來跟大家分享這一支影片出現的服裝穿搭 那這一支影片的服裝呢 都是Coin的新品 那我們接著看下去吧 Coin是來自日本的品牌 在商品設計上 帶有著美國西岸 輕鬆隨和的休閒風格 我認為Coin最大的魅力 是能將日常所見的單品 加入不會太浮誇也不會太自視的小巧思 而且舒適的材質 與不負擔的版型 都是日系服裝最大的特點 Coin也融合很多不同風格的元素 無論是基本款還是流行元素 想要學識變化風格 都可以在Coin找到想要的衣服 好 介紹就到這邊 那只要下載APP 成為新會員就可以獲得300元折價券 如果你們擔心尺寸的問題的話 都可以到下面門市現場試穿 這一支影片出現的所有服裝的詳細資訊 跟遊會呢 都可以到下方資訊來看 那我們就接著看下去繼續的影片吧 走 欸 我小時候都聽這個 然後就會知道 喔 早上到了 喔 所以你們家聽得到啊 喔 好吧 我們都市 都市要去哪裡早上有寄生 除了手機裡面 我真的早上愛亂 我早上 真的有聽公雞的叫聲起床 笑笑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呢 在 泰安鐵道附近 然後還有泰 這邊是泰安火車站 所以呢 這個呢 這個地方就是 泰安 雨林 落雨雙 我們現在呢 就去看看 聽說還蠻不錯 因為我媽剛剛有推薦我 可以來這裡 所以我現在來去看看 這現在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我們現在在倒鐵 周杰如怎麼差 周杰如的倒槍怎麼差 演唱 猜我聽什麼音樂 呵 你怎麼不叮它 去一些 不錯的地方 我剛發現的 小心喔 所以它可以 走到這個飲食陣的營 怎麼樣 有沒有那種意境感 欸小心 回來大家 就是個風雙的 可以 命中一 命中一 註定是我愛人 你的話語 把我推路線 你的命 你的花言巧語把我推路線 大家小心 男生的花言巧語 欸 現在最後一站 我現在來到了後峰鐵馬道 我 其實身為大甲人 離厚裡非常的近 我第一次在後峰鐵馬道 騎腳踏車 所以我蠻開心蠻期待 我記得我只有在那個 日月潭騎過 騎過腳踏車 所以我等一下要來 初體驗 後峰鐵馬道 那我們今天已經租好車 我們租的車是在 鐵馬哥租的 很多停車場 然後我覺得蠻 大家如果覺得方便的話 可以來這間店租車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囉 我的初體驗 而且因為我為了 小偷懶 我住的是 天堂子 好 我們現在出包 好 出包 現在呢到了一個衝突站 附近呢它就是一個 就是有那種鐵道 所以它叫鐵馬道 因為鐵馬呢 就叫鐵馬呢 腳踏車的台語呢 就叫鐵馬道 所以它叫鐵馬道 喔 喔 為何有道理 他們嗎 喔 很可愛喔 我們現在呢停在一個橋上 然後發現這個夕陽超美 看一下 喔 有沒有很讚 這個 這一條道路 蛤 多大口為病人家鄉手蜜酒 原住民的鄉就是 狗狗肉 直接吃著 野餐 繞了一整天 終於回到我的家鄉 回到我的家 就是回到大家 那我現在呢 就要回來 去買一些我自己現在很想吃的東西 一里離開 我又不能買了 但一定要 我回大甲也會來吃玉米 所以 我們就走吧 開了十點囉 開了十點囉 耶 耶 要來吃一下嗎 耶 我手上滿滿的我大甲美食的戰力瓶 這支影片呢 今天出去玩了一整天 然後也帶大家去逛了 除了大甲以外附近的一些周邊景點 滿推薦大家 滿推薦大家 如果你們有來到大甲 或是去中鋪的時候 如果想說 除了台中市區以外 在邊邊小鄉鎮的地方 有沒有一些好玩的 就看 這一支影片 我有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 就是我小時候可能 家人會帶我去的地方 或是一些好拍照好玩的點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